美伊之间欧盟如何抉择? 法国出头访问伊朗,美国会容许法国忤逆自己的意志吗? 日前,伊朗再次威胁美国和欧盟, 称将考虑把浓缩油风度提高到20%。 为此美国召开紧急会议,不仅没有考虑缓和局势, 美国总统反而发推特称将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。 欧盟则处于美伊两难权的禁忌之中, 美国的强势使欧盟不敢招惹, 却又希望伊朗能继续遵守伊核协议, 才能不发展出足以威胁自己的核武器。 为此,欧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, 呼吁伊朗继续遵守协议, 并表示欧洲将继续遵守承诺, 努力解除对伊朗的制裁。 同一时刻,法国特使艾玛纽埃尔·伯恩访问德黑兰 与伊朗多个重要人物进行会晤。 据伊朗媒体称, 伊朗总统对法国的外交努力表示欣慰, 同时也称, 如果欧盟履行承诺, 伊朗也将采取新的措施。 但这并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, 美国希望欧盟其他国家应该像英国一样, 以美国为核心, 共处同一战线, 所以美国在6月时寻求国际共识, 就是希望欧盟加入自私的阵营。 但是法国并未回应, 反而为谈判斡旋, 美国是为了利益能舍弃一切的国家, 所以美国对法国动手了。 就在前几日,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, 将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, 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, 这让人怀疑美国是否要对法国发动贸易战了。 分析认为, 美国此时发起贸易争端, 一是不满法国计划对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 加征3%的数字服务费, 此计划将给法国带来每年5亿欧元的税收。 另一方面是美国想以此杀鸡儆猴, 英国宣布脱欧后, 德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都没给美国面子, 法国如今也开始想挣美国的钱有那么容易吗? 以后, 美国其他盟友也效仿德法的话, 无疑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挑战, 美国绝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, 反正敲打盟友已经轻车输路了。 对此网友都戏称, 友谊的小树说王就王。 如今美国已经不负最初的势力, 但是霸权之心反而更加强烈, 所以德法这样的国家, 自然不愿再充当美国小弟了。 英国脱欧给了欧盟其他国家出头的时机, 欧盟以后将不接受美国操控, 美国的如意算盘都要算空了。